与施永青对谈 今天讲的题目就好像 如果在政界上面 很多人都会觉得是一个很简单的题目 因为是壁里分明的 劳工界当然是反对 工商界多数赞成 讲的是一个外劳的问题 现在的社会气氛 或者劳工情况 商业环境那么差 不过施先生 您看外劳的问题 我已经听过了 可不可以跟观众讲一下 你的想法是怎样的 你的看法好像挺特别 你刚才说工商界赞成 我认识的工商界 都不是很多人赞成找外劳日 因为这件事被看成政治不正确 你一旦讲书日 外劳就众此之的 我自己的行业 就不是很需要外劳 当然 我的伙计之中 有些都有香音未改 他都有一帮客奴 那些不是外劳 那些不是外劳 他都来了香港 不过香音未改 但是香港有些人 你都香音未改 非我逐类 不是很多人敢说 很明确支持 扯外劳 即使在现在失业率高的情况下 你问我香港应不应该扯外劳呢 我都是坚决贊成要扯外劳的 所以我就 我认为 你扯外劳 不只是我的需要 是社会的需要 对香港 大多数人都是有利的 对香港有利的东西 我不能够因为不关我的行事 我不管 如果你问我的意见 我都是说 香港有需要请外劳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有些工作是需要人做 而那些工作 香港一般人不是很肯做 例如照顾老人院的 姑娘、清洁工、地盘工 甚至的士司机 我都见年纪大的 多过中年的都少 都靠近五、六十的 增了一定的比例 这些工作很明显 是后继无人 在后继无人的情况下 其中一些工作是必须的 例如香港年纪老化 需要照顾的老人会越来越多 你又不肯请 会有什么结果呢 有些人说 不请不请 不够人不够人 不够人就加工 但譬如老人要照顾 很多是未必负担得起 不是每个老人院 现在都是入到政府补贴的 政府能够提供的有限 而普通人 你要送他去 成本太高 香港老人院 照我所知 大部分 除了有马会 或者有寄间资源 好一点之外 大部分都是继绑式 你知道吗 你为了怕老人去厕所跌倒 全部绑住了 烂尿片 那为什么呢 就是不够人照顾 如果你说 等他人工高一点 人工高一点 现在都已经负担不起 社会负担不起 不是说 你就可以逼到他人工加 人工加了 那些老人没有人照顾 所以我自己觉得 譬如这些工作 如果有其他地方 可以做 为什么不请呢 照顾一个中产 都可以请菲庸 那照顾一个老人 更加需要照顾 那为什么不可以请呢 你说这件事 其实 那个情况很奇怪 香港第一 菲庸 据我的资料 看过一下 政府多年都没有说 定一个上限 究竟香港可以输入多少菲庸 或者多少外用 即是说 其实这个工种 在香港只要合乎资格 就可以请菲庸 但是呢 其实 好像你所说 在其他的工种上 其实是落了杂的 你觉得这个究竟是怎么会形成的 这个就是不理性的决定 是因为政治因素 就不是因为 道理上 大家说不通 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菲庸 大家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实际是 请了是对香港有利的 为什么有利 因为香港很多劳动力 可以解放出来 很多妇女 就不一定要做家庭主婦 可以出来做事 有自己的事业 令到其他人 可以做更加增值多的产业 所以 请外傭一样 就是 请了外傭之后 香港是否一定没有工 你请了外傭之后 由外傭去做一些 知识勤量相对低 相对辛苦 那些工作之后 香港人便可以做一些 相对高质素的工作 如果不是 你培养很多大学生出来 社会没有那么多工作 通常社会都是根字塔 下面有些基层的工作 上面才有些管理层 专业人士 企业家 下面那些 有些人去做 撑起了 香港普通人 有机会做一些专业 管理工作 但这个逻辑是这么简单 下面那些做了 就不代表 现在香港那些人 可以做上面那一级 是吗 机会会多些 否则香港人 起码 如果你说要本土化 起码一堆东西 要自己做 但我们 其实我们眼前看到 香港的情况 我们又比较一下 新加坡 就连駕公共巴士 都可以找外奴 当然之前发生了 一个很大的悲剧 即是有一些骚动 的状况出现 也都说 新加坡政府 强硬手段 立刻镇压 是的 都把你送回去 那问题就是这样 你怎样看 譬如新加坡 我们一个 过去的竞争对手 他在这方面来说 跟香港的做法不同 刚才 你说行不行的问题就是 新加坡就是 请了一堆外奴 建筑工人 駕駛巴士 总之他觉得 有其他地方 便宜一点的价钱 请到的人 而新加坡人 本身有其他东西 可以做的 他便请回来 我们 想楼价便宜一点 我上次说 最重要是 政府有更多地 地价便宜了 楼价大部分是地价 现在已经差了很远 之前也有些发展商说 建筑费也是很贵的 没错 建筑费也很贵 而且经常请不到人 如果有些外奴 不止地价便宜 建筑费也便宜 香港便容易买到楼 你刚才 除了地产方面之外 另外一件事 我亦都想到 其实不仅是新加坡 日本 都是一个很多外奴的国家 而且他们的涉猎工种 非常之多 除了护理 老人家护理 日间的托管 另外甚至乎男性的外奴 参与很多建筑工程 保安等等 如果你看回他们的资料 你觉得香港 这么久以来 在这方面都落后 如果从我们 你说落后 就是政治不正确 我政治不正确 没所谓 因为我不是从政 我自己觉得 世界很多地方 都有请外奴 你可以参考一下 别人的经验 其实应该一早参考到 是的 为什么不早 你一提出来 香港现在都相对民粹主义 普通人 都会觉得 不要让别人进来抢饭碗 不要让别人进来 老公市场紧张 所有人工都会升上去 我认为很多国家走过 不一定是事实 如果我二十多三十年前去新加坡 人工和香港不相差 有某些情况 香港更高 现在新加坡用外奴之后 人工普遍高过香港 GDP增长也比香港更好 所以我就说 如果是这样 大部分用外奴的地方 都人工高一点 很多地方用外奴的所谓的待遇 都很好 再讲远一点 加拿大做外用 某一个年期之后 甚至乎有机会入籍 加拿大用外奴应该不算多 即使非用去加拿大都难申请 通常都是回亚洲人请 但我们再讲述情况 会不会是香港 无论是商界也好 政府也好 不同的持分者 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只懂得说一些很简单的说话 或者一些意见 是没有一套论述 或者没有一些研究 普通人的意见 很多时是受意见领袖和传媒影响 我自己看 意见领袖和传媒 在这方面都很一致 基本上都没有人很敢 鼓吹香港要请外奴 如果说政客 大部份都认为 一支持请外奴 会失分 会失选票 所以他们很少支持 民主派也好 建制派也好 都是反对香港可以用外奴 当然他也很少人反对用非用 因为非用用的人实在太多 实际上非用一样外奴 会不会这个问题 我们谈到最后 其实你也是悲观 觉得香港的改变的机会很小 悲不悲眼前 我相信 不会这么快过字 但是 我就不会向政治正觉低头 我就认为不对的事情 我就坚持说不对 希望将来多些事实证明 不请外奴 是对香港不利的 那就慢慢改变 如果你说不会成功 连港都不说 我就不会 不过你不是从政 所以你没有什么包袱 这一节我们谈到这里